大家好,欢迎收看《哪吼时机》 今天分享一个虾仁独特的新吃法 经常给孩子吃身体棒,营养又美味 首先将虾仁的背部开上一刀 全部做好以后放入碗中 碗中打入一个鸡蛋清,加点食盐 加入20克淀粉,用筷子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以后放一边,等用 碗中打入三个鸡蛋搅散 搅散以后放一边,等用 准备一个青椒切成碎片,放入碗中 锅中烧快水,放入虾仁煮熟 煮熟以后捞出来,锅变凉水 把青椒放入鸡蛋液中 碗中放点食盐,胡椒粉,面粉,枸杞 加入适量的清水,搅匀 清洗好的虾仁放进去,裹上一层蛋液 切过烧油 把蛋液虾仁倒进去 小火慢煎 把底面煎至定型 定型以后开始翻炒 最后放入水电口 勾芡一下 一分钟以后灌火出锅 装盘,即可食用 一道美味的鸡蛋虾仁就做好了 看着就非常有食欲 太美味了 吃起来鲜嫩可口,阴阳美味 喜欢就跟你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